同样的道理 所以人对于这个灾难 不能把它看成单纯的自然灾害 这是在理上讲不通的 为什么呢 佛经上讲的 整个宇宙 不外乎两样东西 一个是色 一个是心 这个色是物质 我们今天讲物质现象 佛法用个色 精神念头 这叫心 总包括这两个 但是色有心生 色从哪来的 色是心变现出来 现在被科学家证明了 德国 布朗克 爱因斯坦的老师 他一生专门就研究这一个问题 物质到底是什么 他发现了 物质是意念变现的 用的方法是跟佛经上讲的一样 佛经说这个 用分析 经典里面的比喻 牛毛尘 牛毛很粗啊 牛毛尖端上有一粒尘 一粒尘土 它不会掉下去 好像锡在上面了 那个小的尾尘 这一粒尘把它分成七分 七分之一了 叫羊毛尘 羊毛尘再分七分之一了 叫兔毛尘 就更小了 兔毛尘七分之一 叫水尘 水尘 金属 金属密度虽然它只大 在显微镜的下面就看 它还是有很多空隙 从那里就说 它没有障碍 金层七分之一 分到七分之一 才叫微尘 那微尘大概就是今天 我们所讲的原则